原标题,特朗普夸口疑阻止中国超累石头美媒,想要遏制中国崛起参考消息网8月23日报道美媒城。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中国经济不能再迅速发展并超越美国了,这一讲话可能加剧北京对特朗普政府想要遏制这个亚洲国家崛起的担忧。 据彭博新闻社网站8月22日报道,21日晚间,特朗普在西弗吉尼亚州举行的一个集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尽管他极其尊重中国,但中国市场在走下坡路。 他还说,各种贸易谈判需要时间,这一言论将得了本周在华盛顿重启,等美中低级别谈判取得突破的希望。 斯朗普说,当我上任时,我们正在朝着让中国在非常短的时期内超越美国的方向上前进,但那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他还说,我希望成为他们的朋友,但我们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 报道称,中国官员日益怀疑特朗普加征关税的举动是阻碍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的广泛战略内容之一。 美国已经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还计划对价值2160亿美元商品加税。 报道还称,尽管北京愿意就缩小,对美元3751美元贸易顺差达成协议,但拒绝了特朗普的其他要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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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